大家好,我现在刚到辽宁府心 正在去往酒店的路上 哎呀,这边比较热 没想到南下车的有点早了 但是应该也热不了多久了吧 顺便看一下这个府心的城市建设 因为辽宁这边发展的还是挺好的 这段路视野开阔 一般从高铁站往市区 它那些路都比较好 都比较视野开阔 因为高铁站它往往都建在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把周围就发展起来了 所以说道路跟老城区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去那种老的货车站的话 它就周围就比较拥挤了 这段路周围的房子一看都是新建的 然后左边还在建设当中 它这个房子有特点 它在中间有个连廊是对外的 这个比较有创意 这段路往远处看 大概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 也就是说辅兴周围是有山的 我就特别喜欢有山的地方 到时候看看找个山能不能登高望远 下车了已经到达我酒店的楼下 我来找一找就在这附近 看看是哪东楼哪个门 等一下到酒店再看一下环境 已经找到这个酒店了 现在正在楼上 这不是我的房间 我只是在这个过道 我们先看一下釜兴市的外围环境 真的是站得高 看得远啊 远处能够看到很多的山脉 下面是一条大路 非常的繁忙 这边应该是个大的公园 这次我住的这个地方 可以说地理位置优越 好 我们到房间去看一下 已经到房间了 先看一下右边这是厨房 可以烧饭做菜 但是一般是不用的 这个水壶我烧了一壶水 低壶水一般不喝 已经到房间了 看一下这个房间 感觉还是挺好的吧 有冰箱 但是一般也用不到 这边是抽油烟机 还有微波炉 但一般都用不到 这烧的低壶水 一般不要喝 已经到房间了 先看一下这个房间 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宽敞明亮的吧 一张大床 看着很舒服吧 然后这个右边是一个冰箱 一般也用不到 这是抽油烟机 还有微波炉 一般也用不到 然后再看一下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一卷大纸 够我在这里用五天了 刚来的时候 它打了那个空气清新剂 那个味道 哎呀 我特别不喜欢那个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然后这个顶上的灯也是比较亮的 是叼了顶的 这边两个椅子可以坐着 然后我一般都躺床上了 这些坐不到 这个沙发我估计我也用不到 这个是一个投影 投影我一般我也不用 空调必须要有 饮水机是没有水的 这个沙发基本上也不会坐了 这里有个躺椅 有个吊椅 这个我估计可以在这坐一下 然后这次没能住到马路边上 我被这个楼房给包围了 看到没有 全部是这个楼房 哇塞 这个密度好大呀 最近我住的这个房间 基本上都是这种公寓 它这个有可能是民宿嘛 就是跟万达那个公寓楼是一样的 周围都是房子特别多 但这次比万达住的那个 感觉空间还要更大 这个我估计至少都有40平方以上 超级大呀 像这种大房间有个最大的优点 首先就是隔音效果好 因为它这个墙都是实心墙 不像其他的那些普通的酒店 你要住在那种隔板房 那真是哎呀 日子没法过 所以我最近为什么 一直住这种公寓楼呢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隔音好 相对来讲的话 不怎么吵知道吧 虽然说前几天 我在那个四平住的那个酒店 人那么多 多得不得了 但是晚上依然是 听不到隔壁人说话的 因为它的无论是门 还是那个墙 隔音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我之前住的一般 一般都是靠近马路的嘛 这次没能住到靠近马路的 因为这个没办法呀 对吧 它就这么一个房间 就我订的这个 正好人家今天走 我刚好进来 人家打扫完那个 喷的那个空气清新剂的 那个味道还在 然后我这个赶紧跟人家说了 下次你不要给我打扫了 也不要喷这个空气清新剂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那根本就不是清新剂 那简直就是比油漆 还难闻的味道 哎呀 我把这个窗户打开 我把这个窗户打开 然后那个通风了 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一小时了 现在这个味道已经好很多了 没那么重了 这个价格的话 我估计是100左右 具体是多少 我不记得了 因为是五天以前 我在四平的时候 就已经订好了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我不记得了 反正多少钱 我也不记得 在这边也是住五天 一般我刚到这个城市来 马上我就要准备着手 去下一个城市 那个就是 不管你是买票 还是订房间 房间实际上 倒不用特别着急 关键是 这个火车票 你一定要提前买 因为最近这个暑假期间 这个出来游玩的人 实在是多得不得了 如果你明天出发 今天晚上买票的话 很有可能就买不到了 所以说必须要提前 好几天就得买 就这提前好几天 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 所以说我这里是复兴 复兴的下站 应该是朝阳 朝阳下一站 那就是锦州 实际上我想直接到锦州的 但就是因为 我前几天看了 是买不倒 直接到锦州的 当然你可能有那种慢车 绿皮老火车 它可能有 但是那个绿皮老火车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坐 因为车上全是抽烟的人 所以尽量坐高铁 所以就没有 没有办法直接到达锦州 必须要到那个 辽宁的一个朝阳 先去中转一下 才能到锦州 锦州完事以后 还得去赤丰 看到时候能不能买到票 如果能买到票的话 那就顺便去看一下赤丰 赤丰结束以后 那就到这个成德 成德完了就北京天津了 然后那边的车票的话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 反正过了9月1号 同学们开学以后啊 那个应该会好很多了 因为同学要上学了 对吧 然后妈妈们要陪着孩子们 这个要上学的事情 他也没时间出来玩了 所以到时候 这个游客的量 可能会好一点 那行 从明天开始就在复兴这边 开始玩五天时间 感谢收看 下期见